頒發防疫特殊貢獻獎 總統蔡英文出席醫師傑頒獎典禮 感謝全國醫護人員防疫辛勞 但他最感謝的人是這位 總統特別點名陳時中 從疫情爆發後 坐鎮指揮中心911天 人入負重承受在野黨 照三餐謾罵批評 也要努力抗疫 普院防疫不懶功 感謝全國醫師不分業守護國人健康 但如今藍白陣營 卻不斷批評政府防疫不利 讓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新任理事長看不下去說重話 以不幸往生的人 來扭曲防疫成功的事實 用這個來評論 台灣的防疫成績不髒 這個對全台灣 五萬四千個醫師 在守護民眾的健康在防疫 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極大的污衊 扭曲政府防疫成果 就是對醫界最大污衊 尤其陳時中投入選戰後 蔣外安黃珊珊不斷指控 防疫黑箱阻擋買疫苗 都讓防疫醫師們聽不下去 總統對於醫界的照顧是全民有目共睹 也是醫界非常感念的部分 在阿中部長的帶領之下 也整個把台灣的醫界團結起來 共同在守護人民的健康 他的盡心盡力 為國為民的付出 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 政府防疫表現如何 藍綠 各說各話 反正是醫師用專業給答案 那是王一軒 有一本SNS小組台幣報導